HELLO 大家好 我是溫哥華地產經紀 Danny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 Collingwood Renville 這一區 看看一間全新的 Duplex 兩邊都在做開賣 這一區就是溫哥華東區 現在這個位置在山頂上 對面就有學校 因為它位置在山頂所以它的景觀是開揚的 這間屋的 Duplex 就是三房三廁所 一千四百多呎 現在開價非常搶手 現在是一個這麼熱的市場 做得非常好的價錢 一百三十萬 不需要用管理費 因為這個不是Townhouse Duplex 它做了所有的Gate 在這裏 做了Landscaping 非常漂亮 裡面用料非常好 三個房間的開織也非常了得 那個Builder是非常好的 因為位置於這個山頂 每間房間的採光度和景觀是非常一流的 事不宜遲 別說那麼多了 立即去看影片 我們一進來這間屋 就會見到它的Landout 非常不錯 它前頭做了一個Family Room 後面有一個Dining Area 樓底應該有八尺半 九尺的樓底 寬度比一般Townhouse的寬度差不多 做了很多的木條間隔 做一個點絕 很多時候買新屋的話 你不留意 它都不會放進去 這個Builder是非常好的 剛才我說了 它的開織非常漂亮 以這些細節位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得到的 可以給予料理的 一個Living Room 加一個Dining Room 後面有一個Powder Room 和Kitchen 我們馬上去看路 我們進來這裏 就會在Dining Room 進來這裏 就是一個Powder Room Powder Room 和少許五臟俱全 有落地的Cupboard 升櫃 有一個大鏡 和一個大座椅 這些屋通常都不會放地暖墊 在地熱的方園 所以不要要求太多 這還要是130萬 一個高樓底設計 所以這裏不會有焗焗焗焗 經過Powder Room 之後 這條走廊 就會見到有一個樓梯 可以上到樓上寢區 後面有一個Kitchen 加一個Breadfast Nook 後面是一個DETACH的Garage 這裏門有甚麼情況呢 就是塗上樓梯底 樓梯底裏面是一個HALF FINISH 的CRAWL SPACE 我們現在看看 多數樓梯底 如果一般的建築商 它不會做這些門 還有等到你自己想 這個建築商 就是物盡其用 所有的空間都給予你 這些就不會放到建築面 所以這些便是一個優惠的房間 然後你一進去 轉角 就能看到還有一個小門 是開關的 下來 這裏幾級樓梯 看到這裏有一個門 便會進入一個很大的召喚空間 這個召喚空間也有11呎X11呎 這樣可以放到很多雜物 我們上去看看廚房 在召喚空間上來便可以去那邊的廚房看 這個廚房做得很像正很光猛 這些廚櫃全部上去屋頂盡其用 有很多收納空間 這裡還有玄機 這裡還有一個開門 那邊也是一個開門 有些櫃很深的 做回幾張午餐櫃 吃早餐簡餐 簡單點的用餐 如果你去開飯便去那邊 這裡就用了Fish & Preco的 Stainless Steel的書櫃 爐頭 加個微波爐 加個超油煙機 一個四頭的濾氣爐 還有洗碗機 Graburator 加個雙聲盤 黑色的 現在很流行的 黑色的 瓦克的水龍頭 這裡我們會見到 開始有個觀看 我們不如過來這裡 看看露台 花園 還有detached garage 看看景觀 我們先看看 我們一開門 可以看到它是向著東面 東邊 這邊是南邊 一個高的位置 一個山頂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景色 這邊對面 就是一個Burnaby 本牙比 這裡有個小小的 露台仔 下去下面 就是一個草地 這個草地 可以有道門 去到後面 剛才我所說的 quals space 這裡可以從外面進去 有一個中央冷氣機 放在這裡 一個單車庫 單車庫 不是單車庫 不是單車庫 後面 有黑色的gate 可以鎖住 自己有些私隱 在這裡 塗上一個後院 已經準備好 我們看看 二樓和三樓的寢區 二樓分了兩間房 在一頭一尾 三樓是主人房 馬上去看路 我們看完騎樓那邊 後院 就過來廚房 看看這個原貌 白色的櫥櫃 加白色的石面 還有一個上到天花的櫃 是足夠了 Pantry空間 以及放些煲煲擦擦 上去 這個玻璃的扶手樓 樓梯上去 我們會見到 它有些ambient light 在這裡 我們經過上去 看看二樓 很老 經過樓梯之後 上到二樓 就會見到 一頭一尾的房間 這個就是 屋尾的房間 不如我們去這裡看吧 我們現在進入這間房間 是全屋最小的房間 但你看到 它的空間 很大 放一個 King Size 還可以 做中了三邊陸材 當然不會放King Size 放一個Double Size 這邊做了一個鏡櫃 很少可新屋 做了一整套鏡櫃 櫃圖 因為它自己有衣櫃 很多都會散卻了這個步驟 這個建築是有的 還有那個高樓底 這個樓底 就是Double了剛才樓下的高樓底設計 看看剛才後面的景觀 就去看看Bernaby的全景 一個無車無檔的景觀 看到下面的車房 這邊走到走廊 就會見到洗手間 洗衣房和前頭房 過來 過到這裏就會見到走廊是長 沒有辦法 這裏擺不到房 一頭一尾 放了一些採光窗 一個兩個在那裏 這裏就是一個 Full bathroom 這兩間房 這裏就看到有 Launchery room 就是一個 side-by-side的launchery room 有了泥在下面 有了層架 這裏是很闊落的launchery room 不用搭上去 這裏非常之好設計 我們過來看看這個洗手間 然後再看看前方 我們進來這裏看到一個 很實用的洗手間 shared by 兩個房 一個大的浴缸 加一個 sliding door 這個就加進去送給你 不放進去你都照買 都照買的 一個雲石 這樣的pattern的磚地 一個大的吊櫃 還有一個白色的石面桌 大鏡 我們就看看前方 先看看主人房 經過這裏就會見到一個 launchery room closet 有一個Eletrolux的洗衣乾衣機 過來這邊看看前方 這個前方 是比後方更大 但樓底沒有那麼高 但也可以擺多一個clean size 做到三邊浪床 一個很好用的窗台 看看前方 是一個沒有遮擋的 沒有前頭沒有屋的景 看著一間小學 這邊就有一個walking closet 不是walking closet 是一個大的closet 這個closet已經製造了所有層架 一個秋櫃 不是白色的網架 製造了一個california closet的櫃桶 我們看完這兩間房 我們上去看看一間 我也很欣賞的主人房 Let's go 來到這個主人房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反應 就是很大 我覺得是很大 一個duplex來說1400呎 真的非常大 有一個大的彩缸窗 這個窗不得了 向藍的 向藍重要不得了 沒有遮擋 在別人的屋頂上 待會補回鏡頭給你看看 很漂亮的視景 這裡有一個大的closet 很大的 可以差不多 比美到一些condo的walking closet 它也是好像在樓下 做一個櫃給你 可以放下鏡櫃 有個鏡櫃 有些抽櫃 這裡就是主人廁所 過來看看 過到這個主人套廁 看到它的間隔是庫落 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有一條柱 還有它的頂部 是斜斜的 有辣有不辣 這個我根據 這裡有一個closet space finish大 有木面有層架 還有燈 還有那個shower 用了Wing shower設計 窗對樓窗 開著也沒有問題 因為對面是一間學校 它全部是樹 現在的景色 採光有 空氣有 沙士夠大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在這邊先看看主人房 我們回去之前 過來這個鏡頭 就會看到這個主人房 兩大特點 就是一個向南的窗 看出去是無車檔的 不會像東區一樣 密密麻麻 只是看見旁的屋子 這裡看出一望 看得到在屋頂的視線 這個就是高樓鐵設計 大家有沒有看到高樓鐵設計 看到剛才我介紹的櫃 這個櫃是優惠的 建築箱真的很誠意地放進去 很少會看到這些 多數是一個空氣窗 它有走進窗 我們先去樓下 好 今天先說到這麽多 來回這個靚靚廚房做個總結 這個地址是3346和3348 溫哥華East 8街 在Randville Collingwood的區 三房三廁 1,400多呎 無需管理費 開價是129萬9 如果大家在找樓 或者想問我甚麼 跟我聯絡 我是Dun哥地產經紀Danny Chang 今天先說到這麽多 不要忘記按LIKE Subscribe 和小鐘 將會有甚麼新片 第一時間知道 今天先說到這麽多 拜拜 這麽多